娱乐至死金钱之上 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瞒不住了 不久前 一张杨子和肖战试婚纱的照片在微爆光 瞬间引得吃瓜群众纷纷猜测 娱乐圈这是又要添一对新人了 更有网友发出杨子和肖战曾一起参加活动的照片 暗示二人的恋情早有迹可循 在这场晚会上 肖战默默走在杨子后面 温柔的给他提着裙子 杨子不时回头与其对视一笑 田的网友们直呼 杨子和肖战好配 他们是不是恋爱了 好配好配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没多久杨子就发文回应 流传出来的婚纱照只是新剧中的造型 原来这部在去年就定档的剧 因为遇上频道编排 不得不延缓到今年播出 一场乌龙后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这已经不是杨子第一次这么倒霉了 肖战是2019年最火的人气小生 凭借陈情令火爆全网 当年杨子主演的亲爱的也很火 两人合作可以说是强强联手 倍首期待 是2020年暑期的爆款待播剧 可是谁能想到 刚哄起来的肖战 就遇上了227舆论风波 被网友吐槽 是失格偶像 网络上骂声一片 遭到抵制 影视歌宗 多领域都被抵制 该剧的档期一拖再拖 还传出了被电视台退导的消息 大热剧都快沦为羁押剧了 之后 杨子接了另一部古装探案剧 青三行 在剧中 他饰演大唐第一女神探 是封同类型剧 锦衣之下大火 这部剧也是很不错的剧本 遗憾的是 杨子又被男主吴亦凡坑了 原本这小说 就是一部以女主为主的剧 吴亦凡粉丝群体庞大 觉得自家爱豆应该是亦凡 双方粉丝争闹得沸沸扬扬 刚开拍就争议不断 之后 还传出了阴阳合同 魔改等负面的黑量 口碑很差 甚至有的网友已经开始抵制 最后 杨子不得不发长文回应 表示自己只是演员 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创作 对戏外的争议 会交给工作人员处理 戏外大家不要受影响 不要提前拒绝这一部剧 而这一部剧的悲剧还不止于此 在去年暑假快要上线的档口 男主吴亦凡却传出了负面消息 青三行因此被封杀 播出无望 今年又因为曾与邓伦合作过 被一些人烧带上 遭受了嘲讽 合作演员频频翻车 平白承受无望之灾的杨子 让路人都忍不住心疼 但幸好苦尽甘来 余生挺多指教开播后 收拾口碑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而杨子在剧中也共享了不少演技高慌时刻 有一幕 当得知父亲患上癌症之后 母亲抱着她痛哭 她强撑着脸上的神情 不允许自己崩溃 心痛 隐忍 坚强 种种复杂的情绪 全在那一瞬间崩发 在一个给杨子的演技打分的投票下方 有5764人打出了5分 树立杨子的过往后 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声 杨子 值得 杨子不仅是名副其实的电视剧一姐 还是妥妥的流量密码 连续五年女主收视率破1 14年 战长沙 豆瓣平分第一 15年 大央个 双台收视破1 16-17年两部 宽乐颂 宏极一时 18年 香蜜沉沉浸如霜 未是年冠 19年 亲爱的热爱的成为爆款 从杨子红遍大江南北的家有儿女中的下雪一绝 她灵动的演技就可见一般 难得的是 少年成名的杨子没有选择吃老本 一直在刻苦精进自己的演技 每次推出新剧本都会让观众感慨 战长沙播出时 胡香香一绝引发无数人共情 而欢乐颂中的邱盈盈 俏皮可爱的劲儿 简直溢出屏幕 再到香蜜热播 哭泣满分的紧密 成为杨子演艺生涯中的又一次突破 从国民女儿其身如今的一线女星 杨子从不靠运气加持 也不是天分使然 归根结底就是够努力够努力 从她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到 一个好演员最重要的绝非脸蛋 而是对演戏的热爱 了解杨子的人都知道她有多敬业认真 在生理期调威呀 《下水戏》 更是创造曾经在剧组连续待了344天的记录 可以说她真的比一般演员更拼更敬业 而这份敬业正来自于她对表演的热爱 就如她接受采访所说的那样 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给你的 在你现在有能力和资源里 好好去拍每一场戏 说不定哪一场戏就被导演看到了 会觉得这是个好演员 过程很重要 长相和外形从来不会成为限制一个人成功的因素 但做事的态度会 无论任何职业 对工作存在敬畏感就成功了一大半 在这个行业里 敬业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一个高标准 但其实敬业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事情 讽刺的是某些流量明星 连最基本的职业素养都不具备 金星剧堂在节目中曝光一个女演员是圈中出了名的数字小姐 拍戏从来不被台词只念数字 发展到后面 演员背个台词 用个原声都会被粉丝吹捧上天 老戏骨王静松就怒批过这样的现象 演员是剧组与观众的对话 我真的很遗憾 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职业成了一个背台词都要被表扬的职业了 除了不敬业 财不配位也是娱乐圈的一大诟病 之前某知名女星在电影《建党伟业》跟刘德华演对手戏 可始终酝酿不好情绪来表演离别的仇序 几番折腾她是无论如何都哭不出来 剧组无奈之下最终只能用上了炎药水 直接把旁边的老戏骨刘德华看呆了 事后更是直言不讳 以后再也不想和她合作了 反观杨子在接到新剧时 哪怕留给她的只是一个看上去并不讨喜的邱盈盈 她也会认真研究揣摩这个角色 依靠自己的理解为角色加一些小细节 让她变得可爱一些 最后观众对邱盈盈恨铁不成钢 但又能从她的性格中找到自己的某些影子 都因为杨子生生把这个角色演活了 杨子身上好像就有这么一股蛮劲 不服输也不怕磨练 哪怕出入行时前辈说她不适合当演员 她就硬要努力做出成绩 做到让所有人都惊叹的程度 之前杨子参加了某平台发起的活动 她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从业经历 带来了一场题为一个平凡女孩 闯出的演员之路的演讲 上台前杨子一直很紧张 早已习惯在镜头前演绎别人的故事 对于如何展现自己的故事 她突然有点手足无措 最终她临时决定放弃提字机 因为背下来的东西不是最真诚的 回想一路走来 少年成名却在旁人的否定中长大的经历 杨子说 我特别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长辈 老师 但我还想感谢我自己 因为坚持 她如今等到了梦想成真的那天 因为热爱自己的工作 帮助她抵抗了一路走来的艰难 时间倒退回2010年 北影2010级表演戏的第一节课上 老师指着包括杨子在内的32个同学说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 在人生这道命题上 杨子拿到的牌跟我们普通人一样 一路跌跌撞撞的遭遇坎坷 但好在她能迅速找回自己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 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 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的 演员演绎着一个个别人的故事 也在故事中探索着自己的内心 有人在这个过程中迷失 有人则变得越来越独立 清醒 杨子属于后者 这是我们欣赏她 喜爱她的最根本原因 当然要相信 努力就会有收获 只要你不放弃 所有的坚持都会有结果 这不 杨子的机会来了 7月18号 最为编剧性的一件事 莫过于原定于当日开播的电视剧 人生若如初见突然撤荡 先是湖南卫视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 换成了深海青来救急 紧接着 网络平台爱奇艺 在已经率先更新了6集之后 又紧急下架 这么一个大乌龙 这让本来可能会撞档的另一部剧 实实在在减了一个大便宜 陈香如谢 就上周 陈香如谢和人生若如初见是同期欲热 两剧都是流量明星 都是S家的制作班底 结果 一部临时撤档 陈香如谢赶紧接上 如今已经稳稳占据了热度第一的位置 这是一部仙侠剧 坦白说 仙侠剧作为宫斗剧 叠战剧之后的第三大王牌剧中 这些年牢牢掌握了流量密码 期间更是捧红了无数小花鲜肉 仙侠剧的世界观 依托于中国道家 天人合一 万物有灵的思想 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是 人 神 仙 妖 魔 因此对编剧来说创作的空间很大 同时还有静江的一大批IP等着被改编 可谓是取之不尽 永之不竭 但仙侠剧这条路却越走越窄了 主要表现是人设的过度统治化 陈香如谢是改编自小说 前方书粉们的反馈是 改动非常大 把男一给改成了男二 杨子和程毅虽然是第一次合作 但双方在此之前已经在仙侠剧里深惊百战 杨子有香蜜 程毅有琉璃 傻白甜小妞加高冷霸总的搭配 没有任何预兆的空降播出 也没有任何宣传 播出后热度却稳居第一 我想这是老天的眷顾吧 杨子是很好的演员 有追求 努力 可惜运气不是太好 接连被坑 这才沉寂了两年多 期待他今年能够一飞冲天 你喜欢杨子新剧吗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